歡迎打開Roby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 漢娜的遺言 13 Reasons Why 這部由Netflix獨家獲得廣大回響的電視劇 在今天...應該是今天...已經上線了 我非常的等不及第二季會有一個什麼樣子不一樣的劇情走向 因為第一季基本上已經把原著小說的內容全部演完了 第二季會有一個什麼樣全新的走向呢? 我在之前已經做過一支評論漢娜的遺言這個電視劇的影片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看過的話 你也可以先去看看這個地方 那今天呢我想要來做的是 幫大家複習一下第一季裡面的角色 主要也算是回顧一下漢娜的遺言第一季的故事內容 如果你沒有看過這部電視劇的話 我來簡單的介紹一下劇情大概 Hannah Baker Hannah是一個正直青春年華的高中女生 有一天她在自己家裡的浴缸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兩個禮拜後 一個跟她還不錯的朋友Clay 收到了一盒錄音帶 每一卷卡帶的一面都記載了一段她的自白 規則是Clay必須要聽完所有的錄音帶之後 再把她交給下一個人 Clay後來也發現 在她之前已經有很多人聽過這幾卷錄音帶了 每個同學也都竭盡所能的想要保守這個秘密 以及這些錄音帶裡面發生的事情 因為這些錄音帶講到的每一個故事 都跟這些人有關係 校園霸凌跟自殺房子 是這部電視劇很容易被貼上的標籤 除此之外我覺得Hannah的遺言 更重要的是她命中了社群世代裡面 我們越來越封閉自我的現象 在網路上我們很容易跟別人建立人際關係 找到朋友產生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連接感 但是也因此這個人與人之間的連接感 有一點變質 其實在這個世代裡面我們無法結交到更多的朋友 反而是越來越多孤單的自己一個人 也許是因為這些朋友很容易讓我們受傷 也許是朋友關係在今天很容易的被單方面斷絕 在Hannah的身上我們看到不少這樣子的例子 這或許與她最後的選擇有關 又或許沒有關係 這不是我今天要講的 我想要講的是 這部電視劇想要達到的目的 或許說它更大的意義是我們這些人 Hannah之外的這些人 能不能夠多在乎多去感受別人 不要成為一個滿身是次的大人 13個原因後面還有一個為什麼 除了在講這13個原因導致了Hannah最後的結局 也是在問為什麼這13個原因會發生呢 為什麼我們只在乎我們自己 是我覺得這個故事很重要的一點 Justin 是第一集的主角 一開始你會以為他是一個很典型的帥哥角色 但是後來你會發現他其實是一個很懦弱的男性 他有一個滿悲慘不完整的家庭 為了要在高中這個肉弱強食的環境裡面生存下來 他努力的成為男生幫裡面的一份子 也對Hannah散播謠言為了要證明自己的能耐 最後結局的下場非常的淒慘 只剩下他自己孤單的一個人要離開這個地方 不知道第二季裡面他會有一個什麼樣子的故事 Jessica 她是一個那種逃避現實來保護自己的人 把失敗戀情的責任丟到好友的身上 也一直在強調Hannah在錄音帶中是說謊的 她對男性的依賴不知道是不是跟她的家庭有關係 你看見了她在大段時間裡面 都在努力的維護自己的男朋友 我有點不懂的就是 女生為什麼總是要為難女生呢 我非常的喜歡最後她鼓起勇氣 跟爸爸講她發生了什麼事情的那段戲 Alice 算是除了Klay之外 對Hannah最有感情的一個人 有個票漢陽剛跟自己完全相反的警察爸爸 也是最容易暴走的一個人物 她感受得到強大的罪惡感 和校園生活裡面的壓力 也導致了最後她選擇開槍射向自己 第一季的最後是說她躺在醫院裡面急救中 希望在第二季裡面還可以看得到她 這個可憐又可愛的角色 Klayer 校園中的低端人口 被整個學校霸凌的她 只能躲在鏡頭的後面偷窺這個世界 她看到善良的Hannah 在她生命中仿佛看見了希望的綠光 可惜她扭曲的性格 還是把她對Hannah的感情 變成了單方面的暴力 Kourtney 這個有兩個同志爸爸的亞裔女孩 對這個人來說我想我有一個比較獨特的想法 在校園裡面努力宣揚女性自主的她 因為兩個父親的關係 帶給她的是更強大的父權思想 反而沒有給她帶來更自由更寬闊的生活 她非常的害怕自己的性傾向曝光 而成為一個最自私自利的角色 最不討人喜歡的人物 Marcus 是學生會長 有點像是小叮當裡面王聰明的那個角色 就是一個依附體制得到權利的人物 希望依此得到便宜 然後從此一帆風順的 私底下完全不如她的外在形象所給人的一樣 虛偽的個性看不起她身邊的人 是一個只想要滿足自己的私欲的角色 Zack 是一個媽寶 活在父母強大的保護當中 會讓人想起前一陣子的一個新聞人物 雖然不是一個大壞人也時常被欺負 但就是溫室裡的花朵 不能忍受一絲的挫折感 而對Hannah惡意的暴政 雖然是蠢蛋一個或者是幼稚鬼吧 這種人其實在我的經驗中還滿常遇到的 儘管她在很多地方很成功 但內在就還是一個長不大的屁孩 Ryan 一個自以為是的混蛋 只想著自己要做的事情 用偉大動聽的理由 完全不在乎別人的感受和想法 她就像是那種愛說出別人的秘密 然後又覺得自己在做對的事情的那種人 在這部電視劇中 我們總算看到有角色往好的地方發展去的就是她 雖然為了自己的前途和未來退縮了 但她願意贖罪 願意贖罪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非常我們需要學習的 Klai 雖然是這部電視劇的主角 有強大的道德感和善良的個性 她在 Hannah 這件事情上面有一點過度反應 十分的失去理智 無限放大自己的愧疚感 到有一點病態的狀態了 我想她對 Hannah 所持有的感情是一種同質性 也就是 Hannah 像是另外一個自己 而大過於愛情 於是她本人在這部電視劇中 有點像在 Hannah 的冤魂 想要報復所有的人 當然最後似乎她也是有所成長 選擇了當一個不再只是事不關己的平凡人 Rice 這間學校的王者 整個學校價值體系裡面的既得利益者 她是最自覺的壞人 她理所當然的德性 非常的讓人受不了 我非常不喜歡這個角色 但我非常的認同這個演員的表現 我覺得她在這部電視劇中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只有這樣子才能表現出這個生態 或者是這個主流價值的病態 第二季的故事絕對會跟她有非常大的關係 我會期待看到她的父母出場 像是 Hannah 爸媽的那條故事線一樣 指責到成人社會裡 Hannah 這部電視劇的女主角 她的死不是不願意再忍受這些事情 而是 I feel nothing 她強調說她自己連一個朋友都沒有了 或許她真的很不會看人 就像她朋友說的 運動員裡面也有好人 我學會辨別他們 但是 Hannah 從來沒有學會過 的確 Hannah 在她的角色塑造上面 跟她的所作所為中 你可以說她就是一個下妹 但她就是一個年輕的女學生 在學校的集體生活 理應在學習成長的環境中 為什麼會讓她什麼都感覺不到了呢? 這個問題或者說這個角色的結局 有很多的說法 我覺得重要的就是她是可以讓大家討論的 我也不能很簡單的做出一個很 很不斷的答案 但是這個說法會讓我想到 我們跟別人成為朋友最美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讓對方感受到這個世界 還有很多美好的事物在 或許這就是讓我們值得每天 繼續活下去的目的 我的稿子沒有寫到Tony 但這邊我想要講的是 Tony 100 分 期待第二季的劇情發展 希望不要變成通俗的八點檔像圖劇 也不要太讓人難受 你想要在第二季看到什麼內容呢?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在第一時間之內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一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者想打 歡迎在下面留言 讓我知道 這是Robi頻道 祝你有個美好的一天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